夢想 夢想的話呢 應該是希望有一個 可以讓人很放鬆 然後感覺很自在 又符合我自己生活需求的 一個無獨的空間 那我自己的想法 真正舒適的家呢 應該是 一直想要戴在裡面 然後你捨不得出門 屋主的話 他是一個醫師 然後 現在是只有一個人 自己住這樣 过程当中她是有跟我们提到说 她抒压的方式其实是通过烹饪 然后做菜啊这些习惯 然后去调整她的生活的步调这样 一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她的厨房的空间 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所以我们当初就建议屋主把厨房打开来 她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她觉得我们跟她的想法是一致的 在设计的部分她只跟我们讲说 她要简单大方 然后让空间看起来是清爽的 常常有很多屋主她提供的照片 其实是六种风格 我们在抓这个风格性的部分 我们就会把它称作为自由风格 自由风格就是说 当我去取出两个到三个的风格 来做搭配的时候 但是并不会让这整个空间的元素 看起来奇怪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子 我们就有带到比如说美式的风格 跟北欧风 针对美式的部分 其实它会比较带到门板 木百叶的效果 如果是北欧风的话 就是会属于比较简洁 然后干净的一个墙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运用在家具 灯饰的配置 还有电视墙的部分 那这样两个元素的情况下 它在搭配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 看起来是可以互相融合 但是又有屋主特别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我们其实有刻意把 玄关的尺度稍微加深 可以避开落城区的位置 再搭配上水模石 水模石如果是彩色 它其实是会比较活泼的 它会有另外一种跳脱的感觉 玄关进来的左手边 是一个浪状的装饰板 那也就是用巧妙的方式 去把那个开门线的部分 让它隐藏起来 沙发背墙的部分的话 卧榻的侧边 我们有设计了一个展示柜 那为了要整合这样的 多种的一个风格的方式 我们其实有 让它不要那么复杂 因为它本身的外墙面有凹凸 卧榻的尺度上 我们其实是有故意 刻意把它加大 有很多的客人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 简单的握铺的空间 那这个角落其实 常常会是小朋友 喜欢握在上面的位置 玄关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侧边会有柜体 我们又把电器柜跟玄关柜 做成一个L型的结合 柜体有做玄空的部分 我们其实有做收边的线条 那去让它看起来 整个是比较轻的 那或许你可能看起来 会觉得说 这样玄空会不会很危险 但是实际上 那个都是经过计算的 橱柜的部分的话 为什么会选择灰蓝色 是因为一开始设定的时候 屋主他给我们的照片当中 有一个是灰蓝色调的 在色调上 其实我们就用搭设的方式 去告诉他 偶灰色其实搭一个浅灰蓝色 其实它的整体的空间感的比例 还有就是整体的设计效果 它并不会冲突 看起来会比较相对舒服 在整体的搭配的部分 其实金色的线条 它会在我们的各个空间当中会串联 偶灰色搭配我们的金色 其实会有跳色的感觉 我们的厨房的位置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根柱子 设计上我们是把那根柱子 是包在这个整个冰箱的后方 它就跟我们的冰箱 做一体的设计的结合这样 餐桌跟吧台之所以很长 是因为屋主他们都会有固定的时间 会做烹饪分享 会有一些同好 那有时候一次可能会有十几二十个人 那你当有十几二十个人的时候 这样的空间 不管你要坐啊 要卧啊 或者是说你要在沙发区啊 要在吧台区的位置 它整体的串场的空间会比较灵活 我可能一边做菜啊 一边可以跟朋友聊天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平常如果是周末 比较有空闲的时候啊 我也喜欢比如说烤个蛋糕啊 然后找邻居找朋友来吃 或者是喝茶聊天 这样子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家其实非常非常适合来聊天 放松这样子 一开始我们在周末的格局 其实我们也是有更动的 因为原来周末的空间 它其实只能置放一排衣柜 那所以我们有把客厅的电视柜 跟衣柜的空间去做一个重叠利用 屋主一开始是跟我们讨论的是说 他希望周末式的空间 它其实是可以让它相对感觉到放松的 那整体的颜色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有搭配一个浅色调的一个基调 这个颜色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是会跟整体的空间的部分 在你进到这样的空间当中 它其实会让人的心理层面会有放松的感觉 一般屋主在找设计公司的过程当中 他们可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说 比如说降低油性涂料的使用 那或者是说尽量降低本类的一个黏着剂的使用 早期在做设计跟施工的时候 其实我们以前不太会注意到这个 那因为我们后来接触到日本的那个 没有问题 但是我会先把它松眼 那验完之后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才会使用 它其实就放手让我们去发挥 那有很多地方其实我们的建议它都会填进去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工程过程当中 如果假设我们的做法跟它的想法有抵触的时候 其实它会问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那我们会给它比如说A方案跟B方案 我也会告诉它说 A方案的做法优点是什么 B方案的做法优点是什么 因为它职业的关系 它的病患也都相信它的专业 所以基本上医师在早上我们的时候 其实它也觉得说 我只要把重点抓住就好了 那其他的部分就有设计师 由你的专业来给我建议这样 就会觉得 好像怀胎十月生一个小孩 终于生了没有难产 然后小孩也长得很像你要的样子这样子 整个过程老实说我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包括一些状况的知识等等跟经验 包括监工等等 那医生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希望有无主的生命哲学 在这个房子里面萌芽 那我觉得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这个部den中间,怎么 Portal 会见照没错 在这个部den中间参照 问我 fet在中国 смож后 所以你萌芽 之 Known 就是阅冷卖 都×这么说arin Mother 那湣 然不幸 的 你 nooit